我们的没错 我老公给你钱也没错 也太迟了吧 至少我老公也给我个书吧 就像这次我儿子乡奶车吧 他可以攒钱攒着你哪那里 那我们一家三口 我们单独做的话 我们一家三口也要钱啊 你这当儿子的 当丈夫的真差点意思 你就看见他们俩这么吵啊 我一说话我老婆会说我 我一帮我妈 我老婆她对我的恨意 你不存在帮的问题吗 我问你啊你恨什么呀 从来都没帮过我 等等等等 凭什么帮你啊 干过家务吗 干过家务吗 没有 谁干的 婆婆 女儿谁带的 婆婆 请过月嫂没 没有 婆婆算月嫂吧 应该比月嫂好吧 好 给钱没 没有 该不该给 该给 吃婆婆的饭没有 吃了 该不该给钱 该给 该给 好 婆婆开个价 这一切需要多少钱 我这人就是 斤斤计较 我就是算账 你老公一个月的工资 抵不抵你们在家里 祸祸的这些钱 你告诉我 值还是不值 有些值 有些不值 什么不值 你说出来 不值的话 给我个数吧 那我给你妈 也是我的心意嘛 凭什么你们要 我问你 值还是不值 带小孩值 带小孩值 对 带小孩值 我插一句话 我真是看 你看不下去 你老公怎么对你爹 在得癌症后期 一个护工多少钱 而且对于一个病人的那种 贴心贴肺的那种 好值多少钱 你算得亲吗 他对你爸是怎么对你爸的 你刚才对他妈是怎么对的 所以你这还真是让人挺气愤的 最不容易的就应该是婆婆 对 就是我妈 对啊 带完你给你带孩子 还受你和你老婆的气 是的 我觉得很委屈的 来人问一生 妈 你今天累不累 小孩这么小就不想要我带 说我带的不好 教的不好 要把他送到幼稚园去 我成他出世 带到现在 我根本不会受的 行 别跟他站一起了 这种儿子不要也罢 来来来来 到这儿来 特别委屈吧 是的 听见你妈的话了吗 难受吗 难受 所以你们俩太浑了 媳妇没个媳妇要 儿子没个儿子要 老师们 你们帮他们调一调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鹏 你觉得他们幸福死了是吧 我就特别羡慕那种 孩子有老人帮忙带的 所以我说你应该特羡慕吧 我特别羡慕 你们家那个不就你们自己 在那儿吭吃吭吃吗 而且还有一个 刚才那女孩说上班累 我也知道上班很累 我上班现在来回得四个小时 我也觉得上班真的很累 但是没办法 还得做家务 特别是做饭 现在夏天 家里边最热的地方是厨房 特别难受 还没感觉 这个在做 所以我说她不懂